接下来大家咱们再解决这个呢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需求 这需求是这样的叫做 什么样 看着啊 我也先琢问一下 一到一到一百之间 之间 六的倍数 做出质数了用着啊 太猛了 一说质数万一有人不明白他整啊 是吧 六的倍数怎么样啊 出现的次数 有多少个 六的倍数有多少个 听到意思吧 就是次数 这个问题呢 大家我们一起思考一下吧 这里边老师 我看看啊 这个我就不准备给你们写思路了 听懂了吧 这个要求什么 看着啊 要求自己独立完成思路 独立完成思路的书写 和 步骤的文字描述 啊 为什么呢 我只说我不写啊 为啥呀 因为我已经写过一次了 听发吧 因为很像 我就不写了啊 自己回家琢磨一下 好吧 那么老师不写了 只是来说这个过程 是吧 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 思路什么样 我们可以统一一起来分析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啊 第一个是思路是吧 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分析思路呢 你们太猛了 第一个什么 思路 思路啥呀 思路 那个大家我要说一下什么呀 注意听 如果这个事儿判成是你的话 在生活当中 是吧 你准备怎么干 有一个罐子里面有一堆球各种颜色 对吧 我现在就知道什么 我现在就知道红色秀多少个 怎么干 不是吧 你们也太过分了 怎样 老师你等会啊 我挑一下啊 我这红色秀拿出来的呀 那不行 对不对 那是吧 上面还压着下面呢 你怎么说下面这红色还是几色啊 是吧 我跟你讲 最简单的方法 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啊 毫无疑问 就是从第一个开始看 对吗 第一个是红色的吗 不是 第二是红色的吗 是 一次 第三是红色的吧 不是 第四个是吧 是两次 第五是红色的吧 是三次 数到第一个吧 数到了 数完以后大家 次数有吗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啊 听懂了是吧 没听懂没关系啊 我说球这个吧 我觉得还举着有点怂 那干嘛呢 为什么举个更有趣的例子呢 是吧 咱们有几个女生 是吧 咱们有几个女生 是吧 数嘛 卡卡 不是不是不是 卡卡 不是不是 哎 挺是 对吧 一个 你看 两个 就这样 懂我说的意思吧 家 啊 好了 行了 告诉我都需要什么 分析里边哪些是变化的 对 次数是变化的 为啥呢 叫做 我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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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这是不是在顺序往下走 对吧 顺序往下走 走的这个是这个人 走下了下个人 是在变化 说白什么呀 我身边有一个递增的数值 对吗 大家 这是对的 第二个 还有什么 我根本想到什么 老师 次数在变化 为什么呀 那那你那个 记得有几个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这判断一下 卡 哎呦 满足了 就就就就变一下 对吧 是有点变量 这个 这个分析明白了吗 有点变量 接下来的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认为我算咱班女生有多少个 难道我会挨个的去看一遍吗 不 太麻烦了 怎么办 我得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这帮人我跟你讲主动站出来让我看 所以是吧 怎么办呀 实际上是自动化才对 对不对 我手动手都麻烦呀 自动化才对 那怎么办 从第一个人开始进行什么 便利 所谓的便利什么意思 就是循环 听懂了吧 我说循环就是便利 便利就是循环 能听懂吧 哎 咱把词统一一下啊 我都把同工都道路给你们变了一遍 哦大家 哦的 纠结呀 谁是六的倍数 或者说谁是女生啊 你是得限定条件呀 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便利的过程中 每一个数是不是都要参与一次判断 对不对 都要参与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还得把还需要定什么 定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条件怎么样 就看真假值结果 是不是用一幅语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里边不涉及什么 是不是不涉及多个固定数值 对 一幅就可以搞定 好了 我这思路说完了啊 注意那个文字自己写去 没有吧 自己写去 我已经知道我有什么东西了 第一个什么 x 为什么是1 因为是1到100 对吧 我也从1到100开始变利 倒多个我不输到 所以说123456 挨个看 那就是什么 x要递增 不啰嗦 几个事 印的怎么样啊 次数 cant等于0 大家我说一下 这个我连诸事都没写 你们自己回家写诸事 明白吧 我每个变了地理 为什么 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自己回写诸事去 必须写 请干嘛呢 y要循环 对吧 大家 我得让你1到100的每一个数都出来 是不是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呀 是的 i小1等于什么 100 对吧 那有个哥们说老师100肯定不是 你是不是你不知道 这条到底是什么 你也不清楚 对吧 大家 所以你不要那么搞啊 不要想到人直观的 如果 如果 x怎么样 啊 别这样 x等于我加上x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要这么做的话 其实打印什么 咱全都是1 对吧 大家 哎 请问怎么样啊 加加 这当然是1到100的值 对 可是我不要1到100 我要什么 我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6的倍数啊 是的 那么怎么判断 得加条件 这个如果 什么叫6的倍数 x 模拟6 等等于什么 0 是的 大家 这个就是6的倍数 听懂了吗 哎 那么我这么一循环的话 我是不是相当于就把这6的倍数全打印出来了 加瓦C YLTEST2 点加瓦编译 编完以后 YLTEST2 一回车 大家是这样吗 大家有多少个是不是很清楚了呀 啊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天啊 是你 你清楚吗 那个 等会 我清楚 等会 123456 什么东西啊 那用你数吗 那个啊 怎么办呀 对 这边呢 不能白定义吗 对不对 怎么办 咱别打印了吗 打印多烂呢 我是吧 哎 出的多了 哎呀 这怎么样你看 只要一满足 大家不用再啰嗦 是不是要是抗的加加一次 对的 那么全都加完以后 咱们什么样啊 咱们最后一次把这抗的 咱们把这抗的打印自己办事了 对吧 对 这才是最靠谱的 抗的等于加上抗的 抗的加是技术器的意思 听明白了吧 我们来一个编译运行 大家发现 是不是16个 说老师真假的呀 你就愿意自己数吧 好吧 我还是比较先进计算机的 好吗 OK了吗 大家注意 这个其实也是个思想 叫什么呢 叫做技术器思想 这种思想呢 和累加思想其实很像 听明白吧 累加思想也很像 那么累加这个情况呢 我们说求和呀 字幕延长 会用不了了 而这个技术器呢 有个条件什么样呢 就是通常情况下吧 他会有个条件限制 明白吧 他是对满足某一条件 进什么 进行技术 进行技术 而他注意的是 技术不是地 不一定是地增 能明白了吗 大家 比如说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对吧 有没有发现 这个哥们怎么样 每人默认什么呀 每人默认500分 对吧 答错一道题怎么样 减分 对呀 减的分还不是一分 什么样 什么一百分或者十分呢 这么减 OK 这个呢 其实也是用技术 听明白吧 生活中 这种技术 非常的多件 大家没有发现 咱们比如说 咱们这个选主席 实际上吧 不不不 再大一点啊 咱选班长 是吧 说这个张三啊 一票 是不是记一下啊 张三两票 是不是记一下啊 李四一票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OK大家 那么这意义是不是意义的 如果选张三 选李四的话 是不是又有多个技术器 对不对 对 然后最后 最后是不是取这帮技术器 能够一个最大事 对吧 是的 大家 到这就搞定了 我们就不用再废话了 记住第四项 当然已经解决完了 那原理也是一样 第一个变了干嘛呀 记住住一个变化的情况 或者说记住一个变化的次数 哦 我意思吗 哦了